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电视台2019年1月8日报道 多位欧盟官员最近证实 美国政府曾在2018年年底 暗暗下调欧盟的外交级别 将欧盟从盟国降级为国际组织 并且一直没有正式通知欧盟各国 打算就这样将他们蒙在鼓里 直到12月 初期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葬礼时 各位欧盟外交官才恍然大悟 之后总算由布鲁塞尔首先提出抗议 欧盟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讨论后 这一决定才被暂时撤销欧盟哦 猛出人意料的神经操作 辉特大嘴吧张口 就来看来新的一年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治下 只会变得更加鬼神莫测 难以捉摸不知道 这是爱啊新奇事件的新闻媒体们之性 因为关于美国总统的个性新闻 深得不愁了 天天有天天送上门 还是跟特朗普共事的曾经的伙伴和盟友之灾 也许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甜咸 自知美洲一有你们觉得呢 欢迎来留言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